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给他造咖的料理秘籍马上学起来 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 很多人觉得正餐好像吃不太下 这时候如果有一些比较好吃的凉拌菜或者是轻食 相信对大家来讲一定是一大福利 今天我们就请Lulu姐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小菜 怎么样做轻食 Lulu姐 好 娇哥好 今天你要告诉我们 做一个酪梨沙拉 酪梨沙拉 酪梨其实它处理得好 我觉得它的奶油分其实吃起来有类似像海胆的感觉 OK 好 买回来的绿色的酪梨 你可能放到家里面稍微等一等 等一段时间 可能它变成皮是褐色的 它只要变成褐色了就要拿来用 对 它如果变成了褐色你还不用 再去压它的地头这边 开始有点点变软 那时候就不好操作了 好 切它的时候先用刀子 环切 环切 你切了这一刀看上去看不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但是它已经切出缺口了 你放心 你这个刀切下去的时候 它绝对下不去 因为中间它有一个大的核 核就会挡到那边 当你压紧了 顺着核去转你的酪梨 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完成环切 这样来 怎么做 来 把它转一下 轻轻地一转 如果熟成的酪梨就是这样 好 这个时候 当熟成的酪梨 这个出来了 我告诉你 怎么把它弄出来呢 你会怎么把它弄出来 来 娇哥看你怎么弄出来 我告诉你 两种方法 一般观众这样子做 对 可是 帅气的料理人 就是拿刚才环切的刀 用刀根的这一个尖 它就直接这样子 转一下 它还是有点点硬 对 这个 我跟你讲 这是酪梨的问题 不是刀跟焦根的问题 对 所以通常是这样子 敲一下 转一下 你看 它也转不到 如果你是没有办法的话 还有一个办法 它把它用过来之后 其实这个酪梨它有扣皮 再拌环切 再转 或者是你直接这样子 它皮就下来了 有没有 这样很漂亮对不对 对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后来你把它剥一下 对 它其实就下来了 对 这是几种操作酪梨的方法 对于绝大多数的观众而言 你可能对于酪梨这个食材 些许有点点陌生 对 所以今天借由露露姐 告诉大家怎么操作 你接下来哪个汤匙 来 你有没有看到 它其实熟的时候 熟成的时候 你汤匙就直接贴了边 它就可以相对来讲很完整地 就把它整个取出来 取完了之后 它的背面 有没有 跟刚才我们剥下来的 是一模一样的完整 一模一样的 OK 一模一样的完整 接下来我们就酪梨 我们要把它改刀一下 对不对 对 看你自己想要大小多少 今天我觉得因为 毛豆也是一个很营养的蛋白质来源 对 后来它跟酪梨其实是非常合拍的 所以我今天会放毛豆 那这个毛豆是我已经烫好 所以我今天的酪梨大小 我会想要切到 跟我的毛豆大小差不多 比照办理 对 没错 把我们的酪梨切成丁 对 对 它是丁 它不是末 丁差不多跟毛豆的大小是一样的 那其实国外有非常多的餐厅 都有卖这个酪梨沙拉 对不对 但今天我的酪梨我要比较做 是亚洲沙拉的风味 OK 除了酪梨之外 今天露露姐在这一个沙拉当中 还加了毛豆 对 对于绝大多数的观众而言 毛豆对你 它就是一个食材 可是露露姐对于毛豆 它有相当深的研究 我觉得毛豆其实是可以拿来当主食的 OK 曾经问过很多的人 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孩或者是年轻 很多人不知道 毛豆如果没有把它摘下来 摘下来会变成什么东西 毛豆是黄豆的年轻版 黑豆也是 OK 统称大豆 对 它原本是一颗一颗的这样子的那种豆匣 对 有毛豆 完了以后呢 你没有去摘它 当它那个干掉了以后 就会变成黄豆 再不去理它 它就变成黑豆 露露姐接触了很多台湾小农 在种这个玩意儿 对 然后呢 你有一个坚持 你说啊 你希望它们在最后采收的时候 没有那一个 落叶剂 还有农药参与 什么叫做落叶剂 落叶剂到底跟这个采收毛豆 有些什么样子的那种 因为我们在采收毛豆 它是跟着叶子一起采收 但是你要到大豆 不论你是黑豆或黄豆的阶段 它必须叶子是叼下来 只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它采收比较好采收 是 因为它不需要叶子 它只要豆子嘛 对 那第二个是表示它如果是干燥 表示它的豆子其实是自然熟成的 就是它的熟成度是够 所以它的蛋白质 是我们平常讲的 是 再长熟 对 对不对 而不是拿下来了以后 再去经过一些什么碰 经过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处理 吹熟的 对不对 它是树上就已经完全熟了 但是有非常多的农民 为了要加速这个时间 因为你在长熟 你有的可能 因为豆子是不是一夹 里面有好多豆子 没错 它可能上面的已经裂开了 下面的还没熟 对 所以它的采收率会变低 所以农民为了要统一采收率 跟时间 通常会喷落叶剂 这个时候 你的豆夹上面 就会有这样子的农药 对 留下来 如果我不喷落叶剂 慢一点说 有坏处吗 采收率会变很低 而且像今年 因为雨水不够 今年的采收率本来就低 所以今年的毛豆跟大豆 价格都非常的高 是 大概剩四成而已 这个部分 当我介绍完了以后 就希望大家 下次去买毛豆的时候 第一 我们挑好的店家 第二 多多支持国产的毛豆 我们让这些 这个杂粮的这些农民 它也有 粮的循环 对 这样子他们才能继续种 对 因为我们讲农地要农用 它种的东西没有人买 农地就不能农用了 今天用的这个品种叫 高雄九号的黄豆 它其实是 台湾外销毛豆非常主要的品种 它本身的吃起来味道非常好 焦哥你可以吃一颗看看 今天我们毛豆这样一碗放进来 好吃吧 一颗吃不太出来 它要吃到十颗 等一下整盆都是你的 我都看一下说 台湾的毛豆是给人吃的 就是它的豆匣 就是你如果有那个稻疾病 就不好吃 它没有豆生味 因为我们的豆子不是要拿来 炸沙拉油的 也不是要拿来做饲料的 而且你这个豆子 它好吃好吃到 它是刚刚熟 然后呢 还有一点点这样子 生果 它会有一点点那种 切味 你含在这个嘴巴里 对 没错 后来今天我们的调味料很简单 我说我要做亚洲式的沙拉 所以今天我的调料就只有两个 一个叫芥末 一个叫酱油 就这两个 好 来 酱油 我今天的芥末 像这样的量 我大概放一小匙左右的芥末 当然如果你要吃味道很重 你可以多放一点 那酱油的倍数 通常我会放到四倍到五倍 因为像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他可能芥末的味道 如果他不是要太重的话 你就是酱油多一点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之前已经放了一坨芥末了 对 然后倒进去酱油 然后把它调开 和一和 好 我听说 你们的酱油有一款是没有糖的 对 有糖跟没糖的酱油 差别在哪里 应该是每天加糖 因为如果你的酱油浓度要很浓 它的盐度 因为酱酱油需要用盐 当然 大家的印象中它会非常地咸 所以通常做料理人都知道 太咸要加什么 加糖 对 去缓和它的咸 对 那因为像我自己酿酱油 我是标榜原汁不稀释 所以我的浓度很浓 OK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咸 好 所以如果是标榜没有加糖的 那个酱油 它就不是那种薄鹽酱油 它可能是浓度比较高的酱油 对 所以在使用上头 你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达到鲜 咸的效果 对 但是我们后来发觉 台湾的大豆它的特色是 它分解出来的鲜味跟氨基酸 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的表现 其实它有的豆子 豆系是不用加糖 它就非常好吃了 了解 而且味道非常好 好 来 味道是要拌进去一起拌 一起拌 我通常都一起拌 好 来 整个下来 这样吃起来 这个沙拉其实就会有 污泥的味道 因为它有点点芥末 带起味觉 联想 就像是吃海胆一样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了解了 简单吧 了解了 这需不需要腌 多久时间 不用 拌一拌就可以上桌了 就可以即拌即食 对 没错 现在也是牛油果的产季 不论是进口跟台湾的 其实都陆陆续续出来 价格也不贵 好 你建议 这个毛豆跟酪梨 我是要拌好味道 放到保鲜盒 然后放到冰箱 我不建议 还是急吃急拌 急吃急拌 对 因为它 有盐分的东西进去 它还是会省水 对 今天我 因为刚好从日本回来 我买了这个 好吃的明太子 是 是 你可以把它挤得 不要那么像那个吗 像什么 我觉得特别好 像冰淇淋 对 是不是 好像甜筒一样 对 好特别的明太子 OK 来 好 我的毛豆酪梨明太子沙拉 就完成了 油饭是台湾传统的米食料理 炒香的香菇 开洋淋上甘醇浓厚的酱油 再加入软糯的米饭 充分拌匀 酱香味十足的油饭 让人食指大动 朋友 等到赵咖的料理秘籍 马上学起来 油饭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料理 任何的口味都可以把它变成油饭 哪怕今天我是一个烧酒鸡三杯鸡 好像拌一拌饭也都能够吃 今天啦 我们一起鲁鲁姐告诉我们 她家的油饭到底怎么做 来 鲁鲁姐 嗨 娇哥大家好 今天告诉我们 你们家的油饭怎么做 我们家的油饭就是 冰箱常备的干料随时做的油饭 它算是一个清冰箱 我这个一点 那个一点 那个一点 就把它跟饭拌在一起 对 因为这几个东西都是我家里随时有 而且它就是常放是不会坏的 而且应该说它就是正统的客家油饭 好 第一个我们来先讲米这个部分 糯米 这是糯米 对不对 长糯米 这是我普通的白米 家里的米 它比它贵 对不对 我没有在看价格 所以你问我是不准的 又是一个吃米不知米价格 好吃就好了 为什么要问价格 没有 它是两杯糯 一杯白 所以这样子的比例是2比1 对 2比1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好 煮出来这样子的饭 很多人都说糯米要泡多久 不好意思 家庭主妇没有在泡这件事情 就快速 所以你知道家里有电锅 你其实就可以很快地做出好吃的油饭 OK 你刚才也有糯米 也有白米 它配水怎么配呢 糯米的水要7成 就是0.7 OK 你不能1比1 1比1你就变成麻糬 好 白米 1比1 对 1杯白米 1杯水 对 糯米是1杯糯米0.7杯的水 对 水量要些许少个2成到3成 好 完了以后 我需不需要稍微干爽一点 再去做油饭会比较好 我通常都是电锅跳起来的时候 你要给它再焖个15分钟 当然 焖完之后其实也还好 我都是直接热热拌 好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 当我煮完饭了以后 我现在煮完饭了以后 你看到没有 我这样子缠起来 它是这样子干爽 有一点点硬 这样子透过空气 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带走了 你比较好拌 未来我在锅子里面炒的时候 它才可以把我煮出那个好的味道的汤 吸进去 吸进去 让这个饭变得更好吃 没错 对不对 好 米的部分介绍完了 好 来来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食材的部分 鲁文姐今天讲食材 第一 油饭一定有香菇 对 第二 油饭会有这个 虾米 虾米或开洋都可以 第三 红葱头 这是一个基本款 鲁文姐讲说我希望多一点点 像优质的蛋白质 绿色的颜色 它加了一些毛豆 完了以后呢 客家朋友 他会把鱿鱿 泡好了以后呢 剪成一段一段 是 一条一条的 ok 把它放在里面 希望这个油饭 未来吃起来之后 还有一些咀嚼感 是 剩下的就是一些新鲜料 对 完了以后呢 你为了要更好吃一点点 昂贵一点点 上我的节目 还不惜重本 带来一条蒲烧麦 对 你刚好有红熏眼 你也可以放在上面 对 或者是你没吃完的东坡肉 你要把东坡肉拿出来 切成丁一起下去 也没问题 但今天油饭的基底的配料 这样做啊 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就已经 我觉得就已经蛮好吃的 好 来 起锅 对 今天呢 因为很多人说油饭油饭 一定要有油 那有人说是不是要肉丝 不好意思 如果你家里有的时候紧急要做 还要备肉丝 其实挺麻烦的 那我通常只要有好的油 我就直接用好的油来炒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油饭是来自于那个油 对 不是借由肉煸出来的油 把它炒得好 不是 好吃好吃 而且今天呢我用的是这个 西班牙特级出炸橄榄油 很多人觉得橄榄油做中式料理 很像很奇怪 而且不能高温 其实是错的 好的橄榄油 其实它的发烟也是 怎么会不适合高温 橄榄油算是油品当中 最稳定的油脂 少数几种最稳定的油脂 对 对不对 它的那个冒烟点其实是很高的 对 红葱头呢 我通常不会爆到完全金黄色 因为我们后面还要陆续爆几种量 你会把很多要爆的东西的时间 把它都重叠 重叠 所以如果 这样子就知道它的个性有多急了 因为你知道我的朋友很急 我的朋友通常到我家吃饭都是 什么你的朋友很急 30分钟前才跟我说 我30 阿姬我30分钟后到你家吃饭 对 这种行为简直跟 真的非常不好 就是浇油满天下 来 这个时候香菇进来 每个料还是要分开把它的味道各自炒出来 炒香 好 刚才红葱头放进去 现在看到的锅面上还冒出很多的这样子的 水泡 煙对不对 这就是水分在里面带起的一些效果 同样的 我的香菇刚才泡软了 挤掉了水分 还是有水分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那种煸炒动作 如果先把水分带走 香气跟味道就会留在我的油里面 它每个都会出来 那今天我用的香菇算蛮好的 所以等一下香菇的水 它其实也是鲜味的来源 没错没错 我就不浪费 因为我们等一下酱汁 刚刚焦哥说我们的饭是干爽的 是 所以酱汁还是要有一点点 虽然因为油饭不要太湿 那你有点点之一 跟你的饭拌在一起 它就会把味道吸进去 而且我们如果再重复蒸的时候 例如说你今天做很多做了之后 你隔天或是要带便当 你要进蒸香之后 它味道就会吸进去饭里面 是 其实今天让露露姐来示范这个油饭 真的有点对不起她 因为她做的油饭非常好吃 可是我相信所有的观众 最近恐怕她吃粽子 已经吃到有点黏腻了 但我要说的是 很多人会想说外面的粽子 其实也不知道它怎么做 今天的油饭学会做 它其实就是北部种的机率 没错 所以你如果家里真的 你只差没有包叶子而已 那你如果这样做 你买个荷叶把它包起来 就变荷叶粽了 是 来 这个水汽起来 你会发觉用好的橄榄油 还有一个好处 其实你看到 你的吸油烟机会变得很好清 因为它很稳定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非常地高 所以其实它 就算是喷出来 你会发觉它这个烟 其实它不是真的 它是橄榄果里面的水分 我干什么让它喷出来 是的 好好的 为了要表现我的友好鬼 让它喷出来 没有喷出来之后 你会发觉它很好清 其实也不用所谓的清洁剂 用湿的抹布擦一擦就好了 这个料炒好之后 其实拿来炒米粉 冬粉 或是做鹹味都很好 我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万用的底料 对 是的 哪怕今天我所有东西炒完了以后 我不把饭放进去炒 我把这些东西单独存放 每天煮一个面 挖一点下来拌面 热一个饭 把它拿来拌饭 都很好吃 因为今天我们的红葱头 切得比较碎 所以你每个食材的那个时间距离 就不要拉太远 是 要不然它等一下很快就会焦掉了 对 因为它糖分还蛮多的 是 OK 焦哥你看 它其实你看旁边的那个红葱头 慢慢也上颜色 对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还要炒鱿鱼 鱿鱼放下来 那我建议你的鱿鱼跟你的虾米 如果可以不要用水洗 我通常都是用米酒泡 OK 而且你刚好淹过去就好了 因为你用水洗 水泡的话 它的鲜味跟它的香气就会被带走 带走 那你用酒的话 因为酒本来就会有酒香 是 我们来要胡椒 今天的调味料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白胡椒粉 因为你所有的台菜 不论是客家或 就是传统的台菜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是 再来就是酱油 好的酱油非常重要 那因为今天我们放了非常多的干货 这些干货都是自己都有自己的味道 也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就是不用再放什么鸡粉味精都不要了 好来 加完了胡椒 我们来加一点酱油 酱油 今天这个是纯酿造的 而且它是用台湾豆 它颜色很漂亮 那因为它很浓 它是原汁 所以不用加太多 像这个大概三分之一碗就够了 好 那我们沿着锅边淋下来 让它的香气呛出来 是 好 沿着锅边是一个这个料理的手法 因为锅边你没有碰到食材 它是碰到一个热锅 透过那个热锅 能够让这个酱油转化成香气 那我们先把那个香味炒出来 酱香进去之后 来我们加我们的香菇水 好 我们就添加水分 在添加水分的时候 当然我们先用香菇水 香菇水若是不够 再用别的水 对 但是通常因为 它不是炒冬粉 也不是炒米粉 所以它水不用太多 它现在煮的过程 其实是要让它的香气 所有的食材的味道 再把它融合一次 但这煮的过程非常地短 不用很久 是 好 来 煮到这样子 啵啵啵啵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OK 好 来 刚刚我们的饭 焦哥已经帮我放松了 对 对 你是要拌 倒在这边拌 还是倒在里面拌 我会倒在这边拌 为什么 好 你倒进来也可以 好吧 我顺你好了 因为我跟你说 如果每个人吃的咸度不一样 不要全倒 不要全倒 我们先一点点拌 好 OK 看效果再决定加不加 是不是 对 焦哥 因为我要看焦哥你要吃多咸 要是你没有像我这种客家人 吃那么咸 我们就不要加那么多 你吃很咸吗 还好吧 你平常吃东西的时候 我看你吃的口味 也是属于那种正常口味 你没有吃很咸 来 这个油饭就这样子 用压的 好 在拌的过程当中 轻轻地借由你的工具 用压拌的方式 压的过程 我们希望它的味道 能够被每一颗米 都能够吸进去 对不对 然后拌是能够让它 把跟料拌均匀 所以其实今天背的这些料 你如果没有吃很咸的人 大概两碗的米都够 其实煮出来蛮多的 是 毛豆 你现在也可以用青豆人 其实这样子 食材费也没有很高 这个在外面吃也不便宜 你看好吃不好吃 来 我们今天鳗鱼 切成一段一段的 这样子的我的油饭 就显得更高贵了 来 我装好了这个饭 在一个容器当中 对不对 把它开 对 盖好 嘿咻 来 四五六啊 四五六 来 把我们的鳗鱼铺上去 OK 如果你这个时候有红巡 其实也可以放上面 或是焦哥说的东坡肉 旁边再做一些 小的装饰 你看这个满满的料 有没有 香菇 毛豆 鱿鱼 太阳 红葱酥 再加上上面 放上去的菩萨曼 对 它的热气 它的香气 苦比而来 来 好吃的 露露姐油饭 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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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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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桌